歡迎收看堅良點過期聲量 警務處在27號聯同教育局、醫衛局、 學校吩咐人員協會等 共同舉辦學校危機處理工作坊 警務處助理處長及港道區指揮官國家全表示 對學生興生事件感到痛心 未來會在學校加強推廣精神健康 不喜歡他們踩我 剛才是有些人踩了你的鞋子 不要起來我們擔心讓你坐吧 你哭得很厲害 是不是想起什麼 年輕人是我們的未來 大家都很關心 怎樣能夠保障他們有一個健康的精神發展 其實都要有賴學校 老師、家長、社工和在座很多不同的教職員 以及我們學生本身的共同努力 而今年年中我們都會繼續再舉辦活動 其中一個我們想著會做的就是 港島中區會和我們港島區的中學 去合作搞一些訓練的活動 給我們的比較高年級的學生和領袖生 希望給予一些如何應付突發事故 以及抗疫能力的訓練給他們 等我們接受了訓練之後 希望回到學校 作為大哥哥大姐姐 可以幫到老師去推廣一下 一些正向的思維 發放的正能量 有需要的時間都幫一下低年級的學生 發揮你的正能量 以生命影響生命 令到我們的學生有一個健康的校園 健康的成長 教育局高級專責教育主任陳維敏表示 根據研究 學童自殺 或出現自殺的念頭 情況令人關注 大約找到五個入面 有一個學生 其實是有一些自殺念頭 二十個入面 有一個已經有計劃 因為有計劃的危機就更加大 令我們擔心 六十六個入面 有一個其實是有企圖自殺 無論是中小學 都可能有這個情況 而中學的情況 就令人更加擔心了 有8.4%的學童 其實都是有一些念頭 念頭 有時候我們受壓都想過 可能死了一個好過 但去到有計劃的話 其實我們就擔心的 但都有3.8% 而入面有2.3% 其實就是會有試過自殺 教育的目標是對人 你的關懷 你的愛護 你的認可 你的跟他接觸 是可以抵消了很多家的負面 我們是教人 我們不是教書 那個很重要 因為你做得好 你是可以影響那個學童的一生 他覺得成人可信的 可依賴的 他就會對其他人有這個信任 居然是教女的 你去打開 則是玩法 做得好嗎 謝謝你